在臨平區唐妻鎮幸福丸子 返鄉大學生顧玲嬌正在製作蠶爬蛋 將新鮮的琵琶和風乾的琵琶花 倒入滾水中 細火慢煮一段時間後 和黃麗混合 再在鴨蛋上塗滿黃麗和草木灰 放在陰涼處剩至45天 一顆蠶爬蛋就這樣造成了 顧玲嬌是唐妻人 兩年前他大學畢業後 就來到幸福丸子 一直致力在傳統技藝的傳承和研究 這個蠶爬蛋就是他復原出來的 這個琵琶花蛋也叫蠶巴蛋 是在琵琶上市蠶寶寶節儉的時候 我們給它製作起來吃的 這是我們老弟子就有的一個做法 因為五十多年前他就失常了 通過查閱歷史記載 我們這邊有點擊 通過實驗研究做出來的 大概做了有一年多 為了復原蠶爬蛋 顧玲嬌走訪了多位上年紀的老人家 通過過百次的實驗 確定了材料的比例以及做法 在傳統灰鴨蛋醃製基礎上 融入了琵琶花的元素 醃製好的蠶爬蛋 外殼染上中式的紋路 鹹度比傳統的鹹鴨蛋鹹一點 還有一些淡淡的琵琶花香 從琵琶上市以來 大概半個月左右 我們團隊一共製作出 大概十幾萬顆蛋 然後在市場上也售賣了 差不多有十萬顆 能把老手藝傳承下來 就非常的自豪